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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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一个月的自学 令杨茜茜感到物理学 比法学更有意思 结果她立志走上物理研究路 今次选择 另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大师 出现在杨茜茜的面前 于是世界少了一个法学家 多了一个顶级物理学家 在求学路上 杨茜茜遇到哪些因斯呢? 周茜茜 是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第一名 中国博士 中国近代力学 和理论物理辨基人之一 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写人连的 吴有份 就是芝加哥大学博士 1929年 在清华大学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物理学实验室 杨茜茜 那么杨茜茜很好的学生 这个好的初级 头次碰见他 是在四年级 他在我班上 我念无限人的课 是在大四 念这个量子力学的时候 才知道 原来这个决定 原子的结构的一个 基本的观念 就是对称 所以就把我带到了对称这个领域 我到了美国以后 恰巧物理学发展出来 一个新的意志 叫做粒子物理学 粒子物理学里头最最中心的思想 就是对称 所以我一下子就跳到这个里去 这个对我一生 当然是影响非常之大 所以我一直对吴先生非常感激 57年李正道跟我得了若贝尔奖 那个跟对称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是在后来这一辈子工作 都会追溯到 这个当初在西南两个大学 1930年代 西南联合大学 汇聚中国不少年轻 和非常出名的物理学家 王竹奖 就是其中一个 他在剑桥 拿到物理学博士 就回来教书 这个我觉得我但是在二年级的时候 去听了他一组演讲 是关于叫做相变 相变的意思呢 比如说是水结成冰 从水变成冰 冰变成水 这叫一个相变 水热了以后可以变成蒸汽 蒸汽可以凝固成水 水跟蒸汽之间的变化 也是相变 所以这里的东西很多 我很幸运地 就是王先生把我带到这个领域 是我后来主要的领域之一 1945年 杨真宁离开西南联带 赴美留学 开始在芝加哥大学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等地 新的学术生涯 也开启了人类触碰宇宙 终极奥秘的壮丽精情 大师寄语 杨真宁曾经说过 她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 克服了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她为自己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 也为自己献身于现代科学 而感到满意 科学和宇宙的领域无穷无尽 杨真宁在这方面付出了一生的努力 取得风石的成就 是她持续学习 吸取知识 努力研究的成果 物理学可能对你艰辛难鸣 但是杨真宁的人生成功方程式 相信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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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